一朵莲花 先将纸对边折 然后画出一半的形象 先画最中间的半片花瓣 然后再画右侧的两片花瓣 接着画下方的叶子 叶子的形状我们随意来画即可 这样会显得叶子比较自然 接着画叶子上的叶脉 最后把花瓣中需要开边的地方画出来 开始剪纸 剪纸的时候先剪外轮廓 剪外轮廓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要学会用剪刀进行去修改 如果你画头画的有不合理的地方 直接用剪刀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剪叶脉的时候 中间这里先剪一个细长条 然后再斜着剪小三角即可 最中间的这个叶脉呢 它是需要用剪刀扎孔才能剪的 先剪一个细长条 然后再按照同样的方法 剪斜的小的斜三角 这样叶脉就完成了 给花瓣开边 大家要注意开边是怎样开的 开完边之后 这个位置是需要剪毛刺的 剪毛刺的时候 先从右侧插剪刀来剪 注意从有折叠边的地方开始剪 剩下的这两片花瓣的剪法是相同的 都是从右侧开始插剪到剪毛刺 最后再将荷叶与荷花中间的这个位置剪掉 给花瓣开边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